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气播报 明天来说持续的是受到高压延伸盘踞的影响 各地的天气状况都是晴朗稳定的 不过要特别留意高温非常的炎热 在中午过后靠山区也仍然会有午后热对流发展的状况 星期四来说这个高压势力增强之后 我们的天气状况才会更加的稳定一些了 现在看到卫星云图可以看到今天是受到了太平洋高压 逐渐的牺牲靠近过来影响 我们的风向也从西南风转变成东南风了 所以在原本的中南部地区这个清晨上午的雨势 就逐渐的是趋缓下来了 整体来说今天上半天的天气状况都是晴朗比较偏少云的状况 不过在中午过后呢 我们的中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地区 就发展出了午后热对流午后雷震雨的影响了 明天的天气状况也是比较类似的 台湾持续是位处在太平洋高压的边缘呢 持续的是会有比较旺盛比较明显的午后热对流发展 一直要到星期四星期五 太平洋高压呢是逐渐的笼罩在台湾上空 而且太平洋高压也逐渐的比较接近台湾之后呢 天气状况才会比较稳定一些了 所以哪边比较容易下雨呢可以看到哦 逐渐的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位置的影响啊 这个降雨讯号呢是一天比一天的来的减少许多哦 以明天来说星期三来说 还是持续的以这个午后热对流在套山区以及山区 会有热力作用的影响之下呢 容易会有午后热对流的降雨发展出来哦 所以提醒大家若是呢有从事西谷或者是河边 细水消暑活动的观众朋友们 就要特别留意在中午过后的天气变化了 星期四开始太平洋高压逐渐的老造到台湾上空了 所以到了星期六来说可以看到这个午后雷震雨的状况呢 是逐渐的限缩到了这个山区附近哦 午后雷震雨的降雨形态也会变得比较零星一些 所以可以放心的安排这个周末的外出活动形成了 先来看到这个温度的部分哦 虽然说持续的还是比较炎热比较闷热的感受 不过还是有坏消息要来跟大家提醒了 在我们星期四的时候呢 会逐渐的受到一波大陆的暖热空气一路影响哦 我们的这个空气我们的台湾位置呢 就会位处在暖热中心的附近了 所以可以看到一连好几天都是有机会出现37度左右的高温哦 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在我们的都市中心以及局部的被封地区 都要特别来留意这样子的这个高温的状况了 所以说呢提醒大家若是从事户外活动 或者是户外工作者 都一定要当心做好防晒的工作 来设防热伤害的威胁了 所以今天晚上开始的天气状况来说的话呢 直到这个午后热对流的雷震雨消散之后 都是可以一直持续维持相当不错的好天气哦 一直要到明天中午过后呢 才会有这个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尤其是在我们的山区 以及靠山区都要特别的来留意了 所以建议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 就先随身携带一把雨具 会比较安心比较保险一些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博报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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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遇过以下状况吗 除大太阳的好天气 准备开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 表演还没开始 雨丝却开始飘下 甚至还变成潘沓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智一路段 移动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 湿度 风向 风速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 减少损失 您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